石川大地震 黄金救援72小时已经过了 但日本搜救团队不会轻易放弃 穿着蓝黄色制服 一点点生还希望都不能放过 而日本自卫队也出动两栖登陆气垫艇 送来大型机具 希望轮岛对外道路能尽快抢通 才有办法让物资送进来 正是因为石川县地震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连外马路不通 许多地方物资相当缺乏 从水 食物 电力 甚至取暖的煤气都快不够用 在株洲 好不容易有一间药妆店开门营业 门口大排长龙都来补充物资 队伍里一位太太说他们最缺水 另外电力缺乏的问题也造成石川县当地 四家电视台和NHK地方台被迫暂停播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